HELLO 大家好,我是HERDI 又有新化妝品玩 最近我入手了觀望已久的Rare Beauty 她來了香港Sephora,應該都有兩個月的時間 遲遲都未買,因為我自己有很多化妝品 又不知哪些好用,又怕買錯了,浪費錢 所以在這段時間,我就不停上網看不同的review 就決定入手了一些,我覺得都很安全牌的產品 有他們的光影、眼線筆、唇布產品、胭脂和遮瑕 當中有喜歡有不喜歡 如果大家都想看我怎樣用這些Rare Beauty化妝品 去化妝臉上的妝容 亦都有其他不同的新化妝品 那我們就現在開始吧 今天的素顏和平時差不多 都是很嚴重的黑眼圈 有些膚色不均勻和有一點淡淡的抖印 所以第一步都是用了遮瑕膏 這次買了Rare Beauty的遮瑕膏 原本期望很大 但是有一點失望 因為它是很乾的 我用了兩次 都是整個眼底全部好像婆婆一樣 紋都爆出來 所以我自己真的不想再用多次 但是都要示範給大家看 它的包裝其實很有趣 上面扁扁的 這裡很方便我們扭開它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比較粗的貼 因為它每次拿出來都很多 所以記住在旁邊塞一下它 推開的時候你會覺得它奶油的 拍開的時候其實遮瑕度不高 你看到一層之後 我的黑眼圈都更健在 這邊又再試給大家看 是不是好像沒有遮瑕膏一樣 我看到網上或身邊都有朋友 很喜歡這款遮瑕膏 我想他們的黑眼圈應該不是嚴重型 在我身上它要上到差不多四層 才可以遮瑕我的黑眼圈 可想而知它是多厚 而且會逐漸越來越乾 久而久之就會變成婆婆眼 現在一層是沒問題的 不過完全遮不到黑眼圈 但是現在的黑眼圈都還要遮瑕的 出動我最喜歡的Tarte 所以大家明白為什麼我這麼喜歡Tarte的這一款 終於像有用遮瑕膏的感覺了 粉底沒有新的東西我就不多說了 我今天是會用HIMI這一款 然後碎粉就會用SUKU 本身也有想過買RAR BEAUTY的粉底 想著遮瑕膏好用的話我就去買了 但誰知現在就有點卻補 如果大家也有用過RAR BEAUTY的粉底 好用的話就留言告訴我 我才去買吧 我的眉毛終於去補色了 所以剛剛大家看到沒有化妝的時候 它都算工整的 不過我很喜歡眉粉的感覺 所以我會補少少的顏色在中間 然後就可以了 超煩 然後這一陣子收到Dolly Wink染眉膏 所以我就試一下用 它的顏色是比較金啡 因為今天第一次開會比較濕 通常用一個多兩個星期會比較好 但是它的頭比較幼 所以都容易控制 不會說第一天開已經令皮底濕了 也不錯 一些沒有新鮮感的地方 我又快速過去了 眼妝我先打了一個橙色底線 還沒滑完 因為我買了RAR BEAUTY的眼線筆 它的形狀是帶了一點驚喜給我的 因為筆身是比較粗 但去到最底又尖 跟著頭是斜角的 所以都覺得蠻特別 拿出來這個我是沒用過的 它是一個比較粗的筆頭 畫上手試一下 嘩 這麼粗的 袖手的時候就可以畫到一些幼的線條 而且它的筆頭很軟綿綿 很舒服 但是眼線筆也是要畫在眼裡 才可以評價它 這一支就過關了 大家看到線條很滑 然後夠黑 而且畫的時候整件事很順暢 這一刻很大力地斬眼 它都沒有跌到下面 很好 而且我也算是一個很飆眼水的人 如果眼線筆是容易化開的話 通常我一畫眼尾就會知道 這一支是不會眼線液全都放進眼裡 變成黑色 所以我也蠻喜歡的 還可以測試多一件事給大家看 就是怎麼擠都不會掉 嘩 我擠得很痛 有一點點 它那種不是化的甩 但是我真的極大力地擠下去 然後最近跟著Samantha機 我買了Urban Decay這款單色眼影 它的色號就是Space Cowboy 嘩 在這裡讓大家看看它的閃 是可以爆光的 它不可以單色塗外出 但是你加在其他的眼影那裡 看到閃嗎 不得了 但是它又不會很浮誇 你外出的時候人家會覺得很漂亮 上面的閃粉很貼 不是那種燈台型的閃 Mascara也有一支新的 是我買Tout Concealer套裝裡包起來 其實它的尺寸是試用妝 不過通常試用妝的Mascara 他們的刷頭都是正妝 所以是特別肥大的 這個我對它又愛又癢 因為塗出來的妝效是很漂亮的線型 有適量的濃密感 然後卷小度也不錯 我是不喜歡夾眼睫毛的人 但是缺點就是 我發現用了幾次 拍拍一下影片 下面都會看到有少少溶了 我不知道現在天氣還是有點濕熱 冬天會好些 還是這支Mascara的問題 所以我會給它機會 因為塗出來的感覺實在太好了 然後胭脂也是Rare Beauty的 跟剛才concealer差不多大小 不過頭部變成銀蓋 這個顏色就叫做Blitz 是一個霧面的胭脂 顏色是很有元氣 粉霧粉霧的感覺 我自己試過幾次 就覺得它一拿的時候 份量也是太多 所以要塗在旁邊 然後就大約點三四點 然後… 好像不止三四點 然後我就會用濕了的美妝蛋 拍開它 就是最好的效果 我試過用手去推開 它是會推得不均勻 兼且會推走底妝 然後highlighter又少得 Rare Beauty這一款 這麼signature 上面超可愛的波波 它們一樣都是貼的包裝 然後… 超級多的 一拿出來 是比較流質的 所以… 用量真的要小心 它的光澤感是漂亮的 首先點幾下 然後再用美妝蛋 拍開它 大家會看到… 那個光澤感啊 讓我拍好一點 這一款我試過用手上 或者用美妝蛋上 都沒問題的 立體感 它的質地呢 都算是挺薄的 所以… 又不擔心很快乾了 卡住曬乾問題 我真的挺喜歡這個highlighter 終於來到最後唇妝了 我買了它們的lip gloss 包裝是很有趣 半圓形的 它是一個很自然 和比較通透的顏色 如果只塗它的話 是那種MLBB的顏色 然後… 今次買Rare Beauty 它送了一支迷你唇膏 裡面是一個霧面的顏色 它叫做梳婦里 這一款 是很輕身 我也很喜歡這個顏色 它是一個日常都用到的顏色 很輕身 不會有塵膜 不會黏著 也不會顯唇紋 非常重要的 我是純文怪 你看到顏色 真的很漂亮 化好整個妝後 我就噴一噴定妝噴霧 Urban Decay這一款 是我用即分換回來的 我覺得它的味道 也不是特別好聞 不過它的噴霧 不會說有水珠那一款 也很快吸收了 現在是很清爽的 要不就連續幾個月都不拍 要不就好像最近這樣 密密買密密拍 我的購物欲旺盛起來的時候 誰都阻止不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 今天我新買的一些Rare Beauty 和其他化妝品化出來的一個妝容 都是偏日常的 我是沒有太多化妝技巧 純粹覺得由一個恐怖殘養素顏 變成見得下人就已經一大成就來了 亦都很希望我自己化的妝 和我所說 所分享的妝效 都是適合大家平時用得到 上班上學都可以化的妝 所以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上載了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商店 和星期日更早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